来 便利出来 玉建海 这个是新大楼 十年内的新大楼 这一间很有特色 来 我们大门进来 这是副城市 算是有一点楼中楼的一个 夹城市 来 我们进来看到客厅 玉建海 这个是十年内的新大楼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餐厅很大 方正 这边就是客厅 所以刚进来客厅餐厅呢 宽敞 方正 来 我们看一下 阳台 有没有看到 那边就是操场 这边就是新岳城 这边就是国品特区 未来全世界的富豪 台湾的富豪 他的游艇就是停在安平港 安平港是全台湾的港口 它的深度最深 视而停全世界各种类的游艇 所有的富豪 未来都会住在安平的国品特区 它紧接着就是永华商圈 市政府 市议会商圈 来 我们看到 客厅看完 你有看到 餐厅也很大 通风很好 你看 好凉爽 这边风很凉爽 你看这边前后阳台 你看前后阳台 好 这边国品特区 旁边就是永华商圈 你看客厅餐厅就很大了 这间一定要看房子 它有个特色 这边就是复合式的 多层是下面两间 上面两间 好 我们先带大家看下面两间 有个小楼梯 可以做上下 下来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是主卧房了 下面有两间主卧房 都有卫浴 有干湿分离的卫浴 有没有看到 双人床 都有提供冷气 下面有两间 都是主卧房 都是主卧房 来 我们看一下 有浴缸的 第二间这边主卧房 都靠窗 大窗户 采光相当好 来 这个复合附层室的再来 我们上来要看上面的两间 下面两间主卧房 上面两间漂亮的客房 来 我们看到上面 你看都靠窗 好漂亮 双方的好漂亮 十年内的一个新大楼 有没有看到 这边又有个小和室 这个给小朋友 小朋友 来 这边也有一间客房 都做得很精致 很有质感 来 都有靠窗 又有个小和室 双人 这边有点挑高楼中楼的概念 它是副城市 夹城市的 下面两间主卧房 上面两间客房 孩子的房间 前后阳台 你看厨具 餐厅 客厅 好大 好宽敞 旁边是公园 右边那边就是 未来安平发展最好的国平 世界游艇港富豪 游艇港的特区 左边这边呢 就是市政府市医院的永华商圈 赶快来看房子 这间相当油脂 十年内的新大楼 四房 两厅 两位 前后大阳台 而且它有汽车 有车位的 有车位的 好漂亮的 玉建海 这是玉建海 十年内的新大楼 的一个大楼外观 中庭 十几层楼而已 不会很高 这边是永华商圈 市政府市议会商圈 健康路商圈 这边是国平特区 世界富豪的游艇港 未来台湾 全世界的富豪 买游艇呢 都会靠港 停港在这个安平港 这边有个漂亮的四房 两厅 两卫 前后 非常通风的大阳台 这间很优质 它是一个 副城市的一个设计 很有特色 要来看房子 这间要买下来 玉建海 这十年内的新大楼 四房 两厅 两卫 前后 非常通风的大阳台 这边是国平特区 未来世界富豪的游艇港 台湾有钱的富豪 很多也都住在安平的这边 买了很多在这边 这边他如果买一艘游艇 都可以靠在这个安平港 因为安平港是全台湾 它的深度最深的 也有定期在清淤沙 那这边是永华商圈 健康路商圈 这边过去就是台南市政务市议会 来 玉建台 十几层楼而已 很漂亮很有特色 它是楼中楼挑高的多层市 玉建台 这间要把握 正在这边 变成了